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访谈节目 我是张敏 今天应邀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 目前在中国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资深民运人士 王炳章博士的妹妹王玉华女士 你好张敏 王炳章博士的弟弟王炳武博士 你好张敏 欢迎你们 王炳章博士是在韶关监狱服无期徒刑 他今年66岁 在1982年的时候 在加拿大迈吉尔大学获得医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中共建政以后 第一位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留学生 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宣布弃医从事民运 他创立了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民运刊物 中国之春和第一个民运的组织 中国民运也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王炳章博士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在12年以前2002年的6月 他在越南境内被绑架 绑架后被送到一艘开往中国的船上 然后在中国被捕 在2003年 他被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领导组织恐怖组织罪 判无期徒刑 一直单独关押 这一次王于华女士和王炳武博士 他们是专程从加拿大到美国来 为呼吁释放救助王炳章博士奔走 能不能就请你们谈一谈 你们在前一站 也就是在纽约前几天从事的活动 参加的活动 我们在星期天晚上到达美国纽约 准备就是在中国的副总理张高丽参加 国际峰会的联合国国际峰会的时间 是联合国峰会吗 是 参加联合国气候论坛的峰会 几天向他递交我们的陈情书 再一次向中国政府释放我们明确的信息 王炳章这个案子是被冤枉的 我们要向他递交陈情书 那天早上六点半 我们到达了华尔道夫酒店 在前台核实 他确实住在那个酒店 我们要亲自把这个信递给他 但是前台说不可以 但是他们答应我们 由他们一定保证送到张高丽的手里边 接着我们就下来 然后看到访民还有法轮功的成员 在门口堵截张高丽的汽车 结果还真的截住了 张高丽当时是比较狼狈 那你们到现在到目前 有没有得到消息 确认张高丽收到了这封陈情信 还没有 那么就是当局有关方面 也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 再您说 之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封信已经公开了 公开了 实际上我在手里拿到的 就是这个复印件 为王炳张陈情的书的复印件 所以我们把它公布于众 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达到 那个赵高丽先生那里 好 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 那么在以前的我们的节目中 曾经报道过7月份 王炳张博士呢 他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信 家人收到的时候是8月份 那封家信显露出一些异常的情况 那么现在家人有没有收到 王炳张博士他新的家信 是 我们收到了一封短信 其实我们很惊讶 他以往给我们写信 都是非常长的 而且很有思维的前后的顺序 可以看出他的理念想说什么 一般的以前的信 都可以最高的收到六七十页 就是一张纸的两页写 最近的两封信呢 我们收到很惊讶 上一封信才几页 然后最近这封信才只有一面 这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应该是7月份发出来的信 那和前一封信相距多久呢 那也是7月份的呀 这之前差了一个多月 是说季到到达差了一个多月 那按理说他本来监狱规定 是只能写一封信一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陈氏官的中国监狱的制度 就是说他只能写一封信一个月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写很多信 那么从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前面的一封一共两封 都是7月份写的 前面的一封显露出思维有点不清晰 那么后面的这一封信 也是7月份写的 日期上有没有什么前后 日期上大概相差了一个月 就是说他送出来的时候 相差一个多月 但是他签日期呢 签日期呢 签日期差了一个月 也是差了一个月的 那那个后一封信是7月多少 月底吗 我记不太清楚 大概是7月月底 他一般都是月底写信给我们 最新的这封信 也就是后面到达的 他比较前一封信 他的思维不清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这样 我们不可理解他所用的语言 就是给我们家人 应该是给我们家人写信 应该是非常亲情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他没有这种表现 所以让我们非常非常惊讶 就是最近这两封 以前都是说大家辛苦了 你们为你们找麻烦了 因为我的事情 所以非常那种有亲切感觉 所以最近两封信 首先信的内容非常短了 而且语言用的 可以说是不太礼貌的那种 包括家人 所以我们的推测是 他在精神上已经有很大的 不正常 不正常现象 那么自从接到前一封信 已经有所表现的时候 您就申请了签证 但是被拒签 那后来在我们的报道中也提到 王炳章先生的家人 在王炳武先生被拒签之后 展开了这个接力申请签证 要去探视王炳章先生 后来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的 我的上个月 他收到我们 基本上平均 或者说 基本上一个月 我们都收到一封 叫做探视通知书 然后上个月我收到以后 我只有一个礼拜时间 来申请去中国的签证 我就马上去申请了 在多伦多的领事馆申请签证 他说我们可以加急处理 我们争取为你拿到签证 因为这个办签证 是通过一个签证办事处办的 从签证办事处 然后到中国的领事馆 去申请这个过程 然后他当时受理了 他说你应该后天就可以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收到 但是后天就是两天以后 他说不行 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消息 要知道你为什么去干嘛去 就是这样 他让我写一个说明书 我马上就写了 就交给了那个签证办事处 但是后来的星期一 他就告诉我 你的签证以为正式拒绝了 那后来家人的这个接力签证 大致经过结果 简要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其他人 我们的家人 都是不是也不能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 天安不能去了 他太太宁天天也不能去了 我大姐也不能去 我二姐也不让去 您提到了几个不能去 就是说事先已经告诉你 不可以签证的 有这样的情况没有 在以前早期就已经确定 不能进入中国的 家人中有这样的吗 有 能不能影响 这个以前我们报告中 还没有总体上说过 在09年我申请去看王秉章 就被拒绝 我问他我说什么原因 他说无可奉告 我就把护照拿回来 那在去年我们在纽约开始 全球同球活动 然后今年二月份 我又申请签证 然后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 一个新郑的一个领事 找我谈话 他说我想知道 王秉章的事情 我就跟他陈情 我说王秉章有权利见家属 家属有权利见王秉章 你不让王秉章见家属 你侵犯他的权利 你不让我们见他 你又侵犯了我们的权利 我们全家 我说王秉章四个孩子 王秉章太太 这是五个人 加上四个兄弟姐妹 九个人 只有九人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被你否定了五个 难道你要把王家全躲在门外吗 按中国目前规定 就是每个月都可以探视 也有探视的这个通知书来 那么您的家人 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 没有探视过王秉章先生 最后一次是我探视的 也就是在2月28号 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是半年多了 已经将近19 7个月了 对呀 那上次是去的话 其实我们也非常气愤 因为什么呢 我二姐争取到了 跟这个文革华的领事馆的 这个郑先生通过 通过沟通以后 他给了签证 给了签证 然后呢 我同时也申请签证 他当时也给我了 所以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我们以为 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看到王秉章 但是这个期间让我二姐讲 再到广州以后的情形 好 我想这一部分呢 我们只能留在下面时间 充裕的时候再细讲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家人有没有拿到签证 有 我妹妹呢 她想了个办法 她没有说直接去看王秉章 所以她就说我去旅游 她是上个礼拜拿到了签证 也就是说到底能不能看到 现在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 家人所知道的王秉章先生的情况 你们最关注的 最担心的在哪些地方 关节点上得要的说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 我穿的这个T恤呢 是我哥哥二十年前的照片 现在王秉章 已经完全不是一个 这个潇洒 这个英俊的 这个云云而谈的一个 一个学者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衰老 非常衰老 而且没有任何生机的 一个干瘪老头 所以王秉章的状况 确实令我们家属 非常非常担心 现在家属不能正常的 探视被拒绝 而律师据我们所知 去要会见王秉章 并且呢 要按照王秉章的意愿 去继续履行一些 法律上面的手续 那么在这方面 家属的诉求和律师的情况 见王秉章的情况是怎样 从2013年的9月份 我们委托中国广州的 刘正清律师 委托他去见王秉章 结果他去了三次监狱 三次监狱管理局 等于一共是六次 要求见王秉章 都没有见到 这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最后一次 刘正清律师要求去见王秉章 是在今年的六月底 又被无情的阻拦了 王秉章的案子本身是个冤案 还有更大的黑幕在后面 我们要接下来的节目里面 我们要揭露这个黑幕 好 您刚才讲到 王秉章案是个冤案 您能不能用最简要的表达 看一看 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说它是个冤案 王秉章被起诉两条罪名 第一个是台湾的间谍罪 因为这个罪 王秉章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个罪是恐怖罪 这个罪被判了十年 但是在2009年 泰国的皇家骑径已经出示公文 否定了王秉章在泰国 从事恐怖活动 这个事已经被推翻 第二个台湾立法院也发出公文 否定了王秉章 从事台湾间谍活动 所以王秉章案是一个冤案 在这种情况下 王秉章先生本人和家人 对于下一步在法律上 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呢 在2004年 王秉章写了70页的申诉书 这个申诉书 我们目前准备拿出来 要在中国请一个律师团 包括台湾的律师在地 我们要重新起诉 要重新启动王秉章的刑事诉讼 王家的决心就是 王秉章不释放 一天我们不罢休 但是呢 刚才您也讲了 在律师会见的问题上 还有更大的黑幕 能不能请您讲一讲 在去年9月20号刘正清律师 我们聘请了新的律师刘正清之后 我们才发现广州大城律师事务所 为了推卸这个萧熊慧律师不退款的责任 他们伪造了一个假的合同 这个合同把我们家跟大城律师事务所签的付款五万块钱 看望五次的这个合同 篡改为萧熊慧律师为我们家签的合同 所以这个目的还有这种做法 就证明中国这个司法的黑幕 司法的黑暗一点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 律师事务所篡改和伪造 事实上这个所谓篡改就等同于是伪造了 伪造了合同 与王秉章家人的合同 伪造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 您看如果概括的讲一下这件事 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是我们想通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等一会儿在另外一个节目 我们会详细的给观众介绍这件事情 我们想通过这件事情 看到中国的黑暗的一面 司法 它知法违法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件事情 呼吁司法局和这个律师 包括监狱 能够正式这个改正这个错误 能够允许刘正群律师去见我哥哥 是据于我所知 就是因为有一些细节 我们还是需要时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次的第一部分访谈 暂时到这里 观众朋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视频访谈节目 我们这次的节目 因为时间的关系分成两部分 那上面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 如果您关注这个案子 欢迎您继续收看第二部分 我是主持人张敏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 поговорoc 请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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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l